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大家不要看到畫面只有我單一個 其實待會NIC是會進來的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現在就等 NIC進來的同事都跟大家在這裡 先聊聊聊 沒問題就行 兩節 一個熱次 一個說我慢 當然 白禮頓那裡 可能都有一些細節要跟大家分享 但我想主要都是 球員的個人表現比較多一點 這個可能留下 第二節去講 是不是 近來都因為 比較忙的關係 所以都要選一些球來看 但是 重心應該在歐聯 英超的話 集中都是看回 這幾條線 先講呼吸線 大致上 看完剛剛那兩月的英超之後 大家就留意到 狼隊就得到分 不對 說錯了 應該反過來 狼隊是對李斯特成失分 但是 我印象這場 李斯特成的狼隊 就是我看蘇馬里提 李斯特成以來 最好的一場比賽 有機會都講一下 李斯特成的狀況 但是他們 拿到分 拿到三分 狼隊 然後到另一邊 列斯聯 就輸了給富咸 是2比1 不是想在這裏 讀賽果無聊 而是大家留意一下 榜尾的形勢 暫時 李斯特成得到三分 之後 和奧華頓是同分 現在排在尾四 然後 然後 稍微高一點 就是 16位 拿到29分 的列斯聯 反而經過幾輪 的戰況之後 雖然 本尼馬夫暫時 不是非常穩陣 但是 因為 他們 對上那一場 就是對熱赤 拿到一個很寶貴的三分 對李斯特成 也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六分球 所以 幫他們 釣一釣命 再加上 4月1人富咸 那場 我想 加上三場 拿到9分 就是 班尼茅夫 的護級 拿到9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現在他們排在第15位 狼隊 14 韋詩 34 上個禮拜 還在說 英超的護級 形勢 都可能 是 都可能 是 比較 比較 比較難估計的 因為大家都很叮咚碼頭 但是 由4月頭開始 各邊有些球隊 他不停 尤其是 尤其是 剛才說完 這隊 班尼茅夫 都不可以 不說西咸 西咸 西咸 回湧 輸完5比1 給劉卡蘇之後 之後 又贏 富咸 又和阿仙奴 又贏 這個就是 班尼茅夫 加上多少呢 都說了7分 大致上 韋詩咸這一段 勢頭 都是 令到他們的護級 情況 轉了很多 是嗎 衣服 我沒有 上班緣故 為什麼 看我慢要買Harrie Kane 小道消息 就說 小道消息 就說 一會兒 是要 什麼的 一會兒 是要 這個 嗯 對 就是 見到他 見到他哥哥 Harrie Kane 喂 嗨 可不可以用了 剛才的WhatsApp 給他那張照片 頂了我 哈哈 沒有問題 OK 其實我正在開節目 哈哈哈哈 我開了節目 是啊 因為我看到那些 聽眾 不斷在這裡留言 幾點開啊 沒所謂 先進去聊天 是啊 那你現在 那張照片頂了我 行了 我會的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剛剛才在這裡說起 戶級 現在戶級都開始明朗了 但是 都幾 想不到 其實可能你 韋思涵和 潘尼茅夫 講三兩場 執 大概七至十分 其實事情都已經很不同了 現在都 是啊 不同了很多 是啊 我今天和Nic 本身 和聽眾在這裡交代一下 本身今天都在想 今天拿些什麼來講呢 因為其實有些題目 其實大家都在熱話 例如拜仁 例如阿仙奴 但是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都遮蓋了很多 是不是 阿仙奴有什麼話說 給我垃圾球 我唯一的一樣 可以拿出來分享 如果關於阿仙奴的話 就是 近來的死球 數據 因為 原來有個比較 就是世界盃之前 阿仙奴在死球上 只是輸了兩球球 但世界盃之後 阿仙奴在死球上 失了七球 那 說到失了七球 原來和阿仙奴的失分 都有些關係 包括對位置死銜 或者收銜 對 對 完全不看到 對 不過會不會有 立中 以及防線 都有一些調整 好像沒有沙烈巴 沒有了 我想主要是沙烈巴 你說 虎安健陽是傷 但是 影響應該不是最大 不知道會不會有關係 大陸 我也想過關於關於關於 現在 直接說 阿仙奴有可能會有 立場 這真的不算很麻煩 大陸 話說 前晚阿坦就是打電話來 又是那些 一點多兩點的時間 大家一口同聲 也想同樣事情 就是 不分衝這個禮拜 可能最後 阿仙奴也是會照現馬城 但會因為不同的原因 將阿仙奴最後都是在其他地方不見了一些分數 真是很可憐 阿坦其實現在很害怕 我看過昨天的訊息 他有訊息給你嗎? 不是看訊息 我看他自己出的性格 我不知道他刪除了沒有 你知道那些限時 是呀 沒錯 但他好像表現得很害怕 即是他很害怕萬成三冠 是呀 是呀 他能感受到的 真是崩潰的 不是開玩笑 所以不是打電話來 我不是說你不如你心態放開一點 你讓哥迪奧娜拿了三冠去 然後他就快點離開 他怎麼回答你 他不是說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哈哈哈哈 做好心理準備什麼才可以 做好心理準備 哥迪奧娜拿了 贏了 我覺得他的觀點是今年有了艾基 他覺得萬成強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近來艾基受傷這兩個星期 好像又不是很大的影響 照樣自動波長長都數三顆 我現在都很難搞 阿仙奧那場 接下來對萬成那場我們做不做聲音導航 我照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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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的 因為話說有聽眾就問 為什麼剛剛那個星期我們就不去整個聲音導航 因為其實我覺得對於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 就是要開這個就是英超的聲音導航 這件事我覺得可能更加重要 這一個禮拜大家都知道 其實有一場就是英超的天王山大戰 就是等待著大家 其實無論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好醜醜 我想大家這一刻都應該做了一些心理準備 因為我們希望快點去迎接這場比賽 但是你去看這個 trend 昨天 我上次說過Invincible 又說過這個論點 Felix 也有類似的觀點 昨天我看過Status 也有類似的觀點 分分鐘阿仙奴 就算可以令到萬成失分 失兩分後生 我猜機會也會微一點 不過即使令到萬成失分 阿仙奴遇下的賽程 過不過得到那些所謂的中下游呢 我都有點疑問的 老實說 你想想他對白禮頓 都算不算中下游 中上游 你不要說這些 今時今日對現在這對車仔 你都有點害怕的 所以是否真是天王山大戰 是否真是好像大家想到這麼關鍵 在這場比賽 我反而覺得阿仙奴現在好像 這次對那些不是想到那麼強 或者不是最頂尖 英超排1、2、3那些 都不是有必勝的把握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霸氣可以演的 霸氣全部在萬成那裡 始終都是下半季 我都說過很多場比賽都是很幸運的 你說輸給愛華頓 其實都被人家有一點技術性擊倒 和了這個奔福特 都說輸給萬成沒得說 其實對班尼茅夫和阿仙奈維拉 是很苦惡的 還有老實說 你說藍斯圖對聯誼普救了你幾球 不用輸 偷笑的 在那裡幫阿仙奴省分一分 但是這兩場對韋斯圭和修行頓 又是間接令你失了兩分 總之你一定會找到很多不同的途徑 不同的空路 不同的方法 你賺回來的分數都是會掉出去的 簡單說 你剛才聽說我數了十場八場 你還沒計算 你對市不停的那兩場 完全沒有不客氣的 你加上下半季至少有十場球 你是覺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覺得有一件事可以拿來討論 雖然本來這一次不是拿來討論阿仙奴 但是我以前看愛馬里帶阿仙奴 那怕可能他人也不怎麼樣 但是他在贏球的時候 他照樣都可以找辦法 就是譬如你中場怎樣加強迫搶或者控制 去幫助後防減壓力 但是現在我看阿迪達的做法 就是我正在贏 但是好像很擔心就是我贏了 贏中 但是我不能夠保住結果去到尾 然後然後就呈現現在我們正在看的 他好像一直要向後縮的狀態 那是不是都真的要調整一下呢 還有其實剛才的數據分享的 其實還有一個都挺要命的 那又是世界杯前後的比較 世界杯前阿仙奴在綠馬區 給對手射門是七次 Expector Go 是1.2 其實是一球球都沒有失過 但世界杯之後阿仙奴在綠馬區 裡面是給對手射三十次 Expector Go 是9.4 結果失去九球球 我覺得如果拿這個來做觀察的話 尾長不是一個指標來的 就是會不會可能阿仙奴都有這樣的機會 就很容易被對手折到禁區裡面 去給出一些很大的威脅出來呢 那接下來那幾場就真的要再去調整一下 老實說 我想很多球迷最近都說 藍絲道對韋斯涵很一般 對修准還直接泡去交 那你說是不是很大的問題呢 你說我們現在找賀定去撐了沙尼巴的位 其實是不是很大的問題呢 實在是下跌的 沒得說的 嗯 嗯 但是你說這個問題是不是在他那裡呢 我覺得最近失分 我也說了 好像阿迪泰的取代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連修盾你都差一點輸 還要很辛苦 鼻血都流了三比三 我就覺得是 我覺得好像是一個完全是信心危機 現在到了這些位置 那一隊冠軍的球隊 見不見哥迪奧娜 可以帶到曼城近年五季 就贏了四季了 因此連續就贏了第三季了 就是你第一個感覺就是他很穩定 而且已經拿捏到去到三月的時候 才直路發力 那令到對球最最後很順順 而阿仙奴就是之前衝了 現在美短固然有傷患影響 現在也想踏得踏不起 那你說是很麻煩的 嗯哼哼哼哼 是啊 沒錯 我們一直都在調整聲音 剛剛也說到其實阿仙奴 那時候呢 聲音可以小一點就可以了 我應該調細了一點的了 應該接下來就舒服很多 大家聽得了 那說回什麼先 不要緊 大家 我現在沒有聲音大 可以看看我縮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文仙尼 怕他右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馬上掌握了 真是很快到達聽眾的留言 當然啦 Andersloy 覺得阿迪達 爭罐經驗都差一點 始終 Max Wong 阿記 今季不爭罐 下季都很難 因為下季連紐卡素都爭死 未計利記萬元 其實紐卡素那裡 也是很值得開來講的 就是對於之後下來的那些計劃 那麼 我剛才有看單新聞的轉會 其實紐卡素現在是怎樣呢 就是 他當然都是標籤一些 就是有潛力的 鷹人 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 他都會花錢 但是花起一些 可能是 大會那裡未必是 踢得上 或者在大會裏面的表現一般 但還是有一定潛力的人 例如哪些呢 Fenix 哦 是啊 就是 紐卡素更快一點 老家族也有 有一些不同的 是不是 有一些不同的 是啊 是 但是 其實 我來的英超 一般的 他 他 是 我沒有 我沒有看過他 有一場是 踢得特別好的 唯一可以 想到的東西就是 因為 他 都真的幾不適合 擺在現在車路士的模式裡面 而且 如果 我老實說 我覺得 車路士現在都很難 每人都踢得好 就是 林伯特教 又好像 球隊又好像沒有什麼 士氣 那樣 大家都很不開心 肥袍呢 如果是肥袍 帶車路士 沒有那麼好 肥袍呢 應該都是他的 我想都是 九成 是啊 甚至乎 如果你說 有英超經驗 大牌 所有東西 都應該都是肥袍最適合的 但 我始終覺得 車路士有些事情 是你請了肥袍回來 是很難去拆得好 譬如 先那一陣子 在節目上一集才在說 疫情那段時間 有很多球隊都自己專門減薪 但車路士那次沒有減薪 然後你現在剩下了一堆人回來 你說 OK 為了要 迎合那個 FFP 你要過到FFP 你要削 某些球員 這個絕對可以理解 現在 球員人手過剩 但是明明有些球員 你發現 他們的人工去到很高了 但是因為看著Homegrown Player 你又不能說要削 就像Mason Man那些 Mason Man 我擔心手把你拿25萬磅的薪金 一個禮拜 是不是 我問回你 你也覺得Mason Man 就算再好 都應該未至於 去到25萬磅一個禮拜 Mason Man Mason Man 今年有沒有踢過一場 好像都沒有 是啊 但他現在 他是敢去找寶利 去拿25萬磅一個禮拜 對不對 真的是 我覺得 是一件很棘很棘的事 好 入正題 第一節我們先說熱刺 熱刺 對紐卡蘇這場球 看了 熱刺 在短短的20分鐘中 輸5球 其實 心都幾場快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看直播 這場 當然有 立了一陣 立了一陣 OK 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好像一兩隊倫敦的 一隊車路士 一隊熱刺 都在這裡鬥擺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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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覺得熱刺那樣爛的程度 是不是都很入骨呢 還是 我們又可能捉住個別球員 好像找把 我們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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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沒有啊 整隊都搞不定 我覺得情況都有點像 車仔 現在好像是要找回 你找個斯特尼來頂 好像不太好 不太頂到 那現在好像是說 都是找回 那個 找回之前那個 沒想到 Ryan Mason 是的 Ryan Mason 但是他找 找新教頭的消息 就是 都是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之前說 好吧 那高市民的車路士 那邊都被退出了 那我有沒有找那高市民呢 但是又看到有些新聞是連誰都傳的 叫摩連都傳的 即是史布婷那個 那個副條較易次就對的 那個副條較易次也對的 好像有些像我們十幾年前看誰呢 看祖爾那些 馬田祖爾那些 是啊 完全是有點像那種 或者是史諾 即是非宴諾那個 如果上個禮拜大家有看歐霸的話 加拿道那些就對較易次 加拿道好像這幾天都有一篇訪問 他都說他自己現在雖然是等著有工作來到 但他不缺提供的 他都是準備好才去接 其實我未聽過有加拿道的消息 但是就傳是阿波連或者是辣姑市民 這樣暫時 講到加拿道 我看的第一個馬拉多娜之後的接班人 就是加拿道 不是迪亞利森道 不是列基美那些 不是美斯 第一個是加拿道 我記得1995年的 都說1995年 現在都很久了 很久了 大佬28年 那屆的美洲國家盃 他就是穿起十步球 而且他身形都是小小的 他很矮而已 1米7 1米7 加拿道有沒有1米7 有 好像不知道1米69還是1米7 差不多是這些新高 有些像馬多娜那 矮 矮 矮的重心低 有些 後期有些口狀 矮的 但是 加拿道其實 離開河床都一年了 現在暫時是 沒有公開 看看他會不會之後 歐陸大會會找他 但是你看看二次長球 其實會不會 有些球員令到你都覺得 剛才說過找把 不如反過來 其實有些球員 那時候不是的 那個是柯迪加 柯迪加 柯迪加其實是 其實都是差不多那些時間來的 因為他是99年才去摩納國發展的 你記得嗎 我印象中是95年 開始見到加拿道 因為加拿道 他其實是 是呀 應該是95年 是95年 美洲國家貝 10號在加拿道 是是是是 但是他那時候是沒有參加到95年的 西青杯 原因是因為 巴薩尼拉 那時候是 直接是想 扔他去 這個 成年國家隊 是嗎 他當然是有條件參加U20的 西青杯 但是那時候 巴薩尼拉已經看中了他 都好播的 加拿道 是呀 雖在什麼 就是他跟著下來 大概 大概 九七九八那些時間 開始他自己都有點傷 是呀 是呀 十號仔 可能這裡影響到他的發展 這樣 但都可以的 挺扭得的 他都 還有他 真的也是典型的十號來的 是呀 他挺好球的 是呀 那說回什麼 說回什麼 說回長球 就是 你覺得 會不會其實 如果真的要找責任的話 是逐個逐個抽 抽些球員回來去講 還是還是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現在是說 是整班球的問題來的 我覺得不包括Harry Kane 我覺得 固然都是整班球的問題 我都說不到了 但轉了四人房 Erik Deer 打雙中堅其中一個 大家期待什麼呢 是呀 是呀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都不是那對中堅 最大的問題 是那對閘 你覺得 因為你用到 那場是用Patrick Polo 和佩利錫 你打四後衛 你用佩利錫 打左閘 都 就算你說 看熱刺的球 不是看得多 稍為對佩利錫 這個球員有些認知 你把他打左閘 都很問水 Patrick Polo 打 打邊路的話 你打四人防線 打右閘的話 亦都很出事 有一輪國際賽 好像沒有記錯 他都是出過來的 但他打右路 其實防守都是有問題的 是啊 而且好像發霉了 完全 你說今年的 柳卡蘇是頸 但是未至於勁到 十幾分鐘 數你五顆 就是很少 如果真的要 如果真的要穩打的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第一球呢 其實有一對防守中場 二次這場比賽 就是用史基比 和柏比 再加上兵 恰伊埃 但是你看第一球 我這一個 我不描述圖 你們自己看第一球 留意史基比 其實他在中圈 一直都很慢地走進去 其實走進去的動作都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入局 完全沒有防守中場應該要有的專注度 他真的有在後面一直跟著走 直到看著祖靈頓起腳 是很離譜的事情 還有半場羅利斯炒大鑊的事情 你覺得是真的嗎 不奇怪 路神 不奇怪 羅利斯那幾球球是否完全與他無關 有些人覺得也不完全與他無關 但有些羅利斯作為一個門匠的弱點 這幾球球裡面都有些端藝 或者找一下有沒有朋友去訪問一下 例如搜門員日常 覺得羅利斯的站位是否太保守 你真的瞄著他的遠處球是這樣射的嗎 我覺得他的比賽的表現其實都出了一些問題 他的信心也出了一些問題 甚至乎我覺得他都不適宜作為一隊球隊的領袖或者隊長的眼力 年紀大了 反應慢了 是啊 但是老實講 我就覺得我不是很肯定 因為他都見慣風浪 而有另一個傳聞就是他其實有傷的 所以傷著踢所以踢不到 真相就沒有人知道了 但是實際上就是他半場就被廢紗科士達 就換了出來 但是有些球迷我都見到說 你沒有心踢的 不如就算了 任由他了 不如先被廢紗科士達頂住 單組馬 李察尼神 那些 但是老實講 你出這些的話 我也都不見得會很好 所以其實對波尼現在 真是有心踢的 基本上 我覺得都是虛爾寶和哈利簡來的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乾地都走了 他在這裡都沒有什麼心機 沒什麼意思 Eric Dier 我一向都覺得 都是差不多 Eric Dier 其實情況 我不是開玩笑的 他都比麥加尼還好很多 但他比麥加尼還好 他比麥加尼還好 他在這隊熱刺 是比麥加尼還好多 你知道他前後 經歷了多少任領隊 你看看你有沒有印象 他經歷了六任 他已經包了兩任 他已經經歷了六任領隊 他已經是演技 那柳露不算是 柳露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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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印的 那是魔佬 他很多 很多任教練 好在他不在車廂市 可能在車廂市更多 但他的底子 其實有些熱刺粉絲 都會嘗試討論 為什麼Eric Dier 這些人都還可以在這隊球 還要是六朝元老 但我看到有一些球迷 不是叫做幫Eric Dier辯護 只是告訴他 其實有些時候 你去看 你借了朗格納回來 你把山齊市還弄回來 這些真是可以扔到西環碼頭 朗格納這些 身高應該都不會差到去哪裏 但他的第一點是 大家都有眼看 山齊市更加不用說 好像Eric Dier 拍到這些人 顯得人好像正常一點 所以 為什麼要保持Eric Dier 但問題的源頭 不是這樣的 不是Eric Dier 是否好的問題 他本身就是差 只不過是 看上去比其他更差的人 正常一點 但是為什麼熱刺的中軸線 尤其是說那些比利時的後衛 維頓漢 或者艾特瑞德 他們都開始退化 甚至淡出之後 這幾年來 其實真的沒有好過 我覺得羅美露 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但是他 這場比賽都不見得踢得好 當然你問我的話 會是其他人的問題 我覺得 羅美露固然都是來了 今年第一季 2022年8月過來 都要適應 還有 你沒有了 我沒有了 艾特瑞尼特 維頓漢 我叫湯根 其實 老實說 市場上面 可以供應到 好像這兩個中堅的質素 很好的球員 奧魯士和巴勒斯達 都不是快 是吧 這麼快 你認真數 麥龜亞 Erik Dier 和Minks 那一輩子 以往都是經常入國家隊 那些 都是那些年紀 九三、九四出生 那些 其實每個人都很困難 近幾年 就這樣說 其實英格蘭如果以中堅來說的話 最好的 料子 其實也是集中在某個對球隊那裡 那裡叫萬城 那為什麼呢 史東斯 史東斯 就被哥迪奧娜改造到 變成一個 整個 那樣子 然後 然後 獲家 其實我覺得 國家隊在大場合 其實都是很依賴獲家 不過獲家最近的私生活 都好像有些問題 再加上就是萬城套方 最近都有一些改變 所以都要把獲家收起來 但其實你看回 世界盃 或者再之前的大賽 其實中路都是需要獲家 我覺得 是 那你說 Ban White OK 但我覺得 Ban White 不是沒有用的 Ban White是有些用的 但是他那種 那種 那種 role 一會兒說連迪奧夫 那時候我都會賴一賴 連迪奧夫這場比賽的表現 都很好 我感覺是他離開了 麥桂亞 他人都正常了很多 厲害了很多 但是 我覺得Ban White 有一件事是他好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他這種中堅 可能在所謂的 魏三後衛裡面打右閘 他會較為容易 展現到自己的長處 但是如果你改造雙中堅的話 其實他的好處 相對沒有放得那麼大 但是正面防守方面 他的功架其實不是特別好 這件事就會較為容易被人放大 但是麥桂亞是說的 他的正面防守又不見得好 他是有身高 但是其實 總是會有很多脫漏 還有 你沒有辦法的 萬聯有一些 你不應該輸的球 但最後還是輸在他那裡 是啊 就是 就算你插回 你插回那個場面 你插回那個畫面 插回那個過程 就算你找到有些地方 同情他都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有這種場合 都是關於他的事 他都是會出現在畫面的 你不知道這件事叫做不幸 還是你真的找到一個關聯 但是可能 我也不是說要幫他講好話 而是 很難避免到關於他的事 是很難避免到關於他的事 那 你一定是給人的印象是不好的 不過 我們說回 熱刺的情況 我會覺得是 你炒了教頭 炒了江地 然後 然後你用事這年來 然後 用到現在 然後現在又說 又要再換一個 但到現在為止 那個所謂下任的 證人的領隊 依然都沒有落物 但是 有個人 我想都要講一下 就是 就是 利維 還有柏拉迪斯 因為 祖雲達斯 現在的15分 就是加上去的 這件事是超級按鈎 但是 柏拉迪斯 其實是在祖雲達斯的案件 他有牽扯進去的 因為他以前在祖雲達斯 都是做這個角色的 現在竟然說 因為他牽扯進這個調查裡面 那他國際足協的 對他的全球禁令 是在維持著的 他上訴失敗 那他現在是 退了二次的帖子 我知道 但是其實 柏拉迪斯 我覺得他找回來的球員 雖然未必 真的適合江地的心水 但是 我們季初 那時候見到 他很積極地買人 二次 那時候 我們覺得 那些買人都make sense 今季 你說買斷了 先借後 買斷了羅美露 今年 很多項收購 我們感覺好像不是很差 古老石夫司機也好過一段時間 還要不是一段時間 其實也算是幾長時間 傷了都沒得說 有段時間 傷了出來 都拿不回之前的狀態 但是 今季 我們看看二次收購名單 你說巴拉迪斯 是不是真的做不到 利策利神 買回來是貴的 因為 5800萬歐元 但是羅美露 先借後買 比蘇馬用不了 烏度機買回來 還沒用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20歲的左閘是可以的 史賓斯 都貴的 1500萬歐元 你說單組馬 寶路 佩利錫 費沙科士打 朗格列 個別有些都是借回來 或者借回來 或者先借後買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Squad 你說是否打得很差 又不是 我又不可以說 他說巴拉迪斯完全沒有幫助 你說至少你買烏度機 可能是二甲其中一個最受忠目的左閘 最好年輕的意大利角 再加上羅美露 是二甲最佳的後遺 過了二次 所以我一直都在想 當然是巴拉迪斯的問題大 還是乾地的問題大 如果在兩者 我看Squad的建設 雖然烏度機買回來之後 又借回烏地利斯再打過來 但是整體來說 我又不覺得巴拉迪斯是做不到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是巴拉迪斯做不到的 而是因為他捲入了 在祖人特斯的調查裡面 然後巴拉迪斯在調查 都已經去到一個很深入的階段 都知道他應該都會拿東西 但是他仍然是有參與 去解僱江地 和減薪稅這些決定 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好像是利維 他現在都有一種擺爛 你說他是不是不肯花錢 又不完全是 當然去到某些位置都是獨縮 但是其實巴拉迪斯這件事 在一年前開始已經進行調查 你知道如果你找一個 是under investigation的人 去執行這個位置 去做這麼多重要的事情 包括球會最重要的決策 有一天他突然沒有了 其實你對整個球會 都會有很大影響 甚至乎聘請他回來的時候 應該要知道 李維 為什麼可以不聞不問呢 是啊 我過往我所理解的李維雖然都是獨縮 雖然都是一個很難前的人 但是他應該都是理智 但是為什麼 在巴拉迪斯這件事 他可以不聞不問呢 再者就是 其實由肥譜那時候 帶球隊打到歐聯的決賽 跟著又叫做爭冠分子 但是其實 中軸線老化的問題 其實一直都有 你可以說他也有花過錢 不過那些是失敗的 就是來而生齊事 但是這個老問題 很多人都罵過 就是說李維其實 是不是可以在球會 中軸線 尤其是中後場 那邊再撿好一點呢 你想想 其實摩尼奴 尼達爾斯 他又是遇上這班人 最後發現到 有些人其實他搞多少都搞不定 例如LDR 最後摩尼奴現在自己都走了 不過他去羅馬都很好發展 其實好像是 你經歷了幾任的領隊之後 這個西維爾的主席 他接了歷史的位 西維爾那個 蒙子 蒙子吃屎 他第一水 不行 大家如果留意西維爾 在發生的事情 蒙子都要負一半責任 西維爾其實是很厲害 不過他很幸好是 他遇到萬聯 西維爾在西甲戶級 現在不戶了 現在要上回去 不用戶了 39分 我沒記錯之前看積分榜 但是 大哥39分 對 大哥西維爾 你貴貴勾戰都要看到他的 聯賽只有39分 就是你和車路士差不多 38分 差不多 哈哈哈哈 好可笑 我覺得 要譴責的事情 不是利維他獨縮的那麼簡單 而是他的管理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剛剛看到 就是 阿里斯特洛 和阿姬都有留言 阿姬說 其實以此的問題很殷言難盡 球員、教練、管理神、球迷都有問題 大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開一集二次節目都不夠說 阿里斯特洛說 重點是利維爾 下決定好舉棋不定 猶豫 和常常騙錯 常常騙錯都很嚴重 阿里斯特洛說 但我的感覺是 其實就算有些球員 你說他之前簽回來 是叫做騙錯注 也好 但那些球員本身 都不差的 你看看 尼當比利那些 他去到拿玻璃那裡看 其實他現在都正正常常的 阿里斯特洛說 那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不是 就是 你說 你認為他會不會是 找到一個Sporting Director 回來幫他 現在都叫 據文說 之前他好像也有想過 找回肥普回來 但肥普 最反對的就是 熱刺一定要有一個Sporting Director 如果我這個說法有錯 熱刺球員就走進來 矯正我 但是 感覺就好像 現在熱刺 那個情況就是 管理出現了很多問題 Sporting Director的問題 然後 然後 就像剛才阿職所說的 你找個教頭回來 要拖擋到很久之後 才找到人選 然後 拖擋了很久之後 整個Sporting Director 也跟著一起滯後 於是 感覺上 就好像 你想找對的人回來 但已經時間不夠了 就是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惡性的循環 就是熱刺這個循環 所以 所以 沒有Harrie King 我想 Harrie King 對方 要啦 大哥 Harrie King 都說 都很有機會 今年都會離開 都很難留起 所以 那些交易又不俗 如果 有得 自由身走 又人才兩失 Harrie King 都應該走 所以 對球都不知道怎麼搞 你說 前鋒不是沒有的 你也很早買了 利策尼晨回來接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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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夠了 我想就變成了中下游的位 那麼 柳卡素那邊有什麼補充 柳卡素就 基本上 由Buno G復出之後 成績就由一個低谷上來的 嗯 嗯 而且其實 有一個數據是 Diafactic 統計 就反映到柳卡素現在的 那個 趨勢 是什麼呢 就是 他們的那些 直接的反擊 Direct Attack 原來 在這方面的數據 Per Nineteen Minutes 在英超 他們是排第三 僅此利物浦曼聯 那麼 如果你留意到 上一輪 柳卡素 其實對著熱刺 這次呢 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就是 在這個 中場線 放一個 Nine Breaking Pass 跟著 然後 被前面的球員 斜卡走進去 來到他 就是入球 那麼 那一球 好像 都是 祖連頓來的 不過那一球 是寫失了 你會發現 柳卡素 又是否發現了 一些新的方式 去對付熱刺呢 其實又不完全是 但是 感覺上 現在的 防線 一來 你說 五五波 那些對抗 其實熱刺 給的緊迫度 不是很高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這場比賽都很嚴重的 你找Petro Polo 那邊 其實有祖連頓 和Will Rock 他們 就是面對著 Petro Polo Will Rock 不見得是一個 非常之突出的球員 但是 他的意識 其實都是 都叫聰明 他跟Will Rock 所以 令到 熱刺的右路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其實大家 看回 打球球 入球的進程 除了剛才我們批評的 使機比之外 都可以留意一下 Will Rock 和祖連頓 互動 其實也是做得很出色的 當然 Petro Polo 簡直是容許 祖連頓自己 可以 可以向環 向環大 然後再起腳 但是他又沒有拍 也是很離譜的 不過 今季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舒亞 因為這場比賽 舒亞 製造了很多攻勢 和他的長傳用球 也是非常準 所以幾下 Line Breaking Pass 都可以製造到很大的威脅 但是 到下半場中段 其實我沒有記錯 他是相出的 是 那 就是 拿修斯進來 所以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看看 傷勢 有多嚴重 第一場球 都不能不說 前面各自有兩個球員 在頭20分鐘 就回開二度 就是 伊薩克 和即勤回飛 嗯 嗯 即勤回飛 就是我覺得 非常不好的球員 哈哈 哈哈 是 但是他今季又好像 輾轉 久不久會踢 一兩場好球 那 這場固然是 那我沒有記錯 其實他對 哪一隊 他好像之前 有一場 對曼聯和韋思涵 那兩場 印象中好像挺不錯的 他對曼聯那場 好像是後備進來的 正選的 正選的 所以其實那兩場 他都好像演出挺好的 下半季好像反覆向上 是 是 他OK的 就是 這一類 這類球員 其實他 不是說拿球上腳 要太多 就是這些 就是給伊薩克 或者是 阿Puno G 做回 但是其實他 走的那個線路 或者在前場 做的迫搶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 是的 伊薩克 和雙元出來之後 狀態都 很快 不是說他入球很多 不是說他很健康 但是近來 近來 基本上 到了三月打後 他入了 七球球 是 很健康 看到狀態 和他對曼聯那場 就算沒有入球 也好 你看到他是很大的功用 是的 是的 這個球員 還沒有踢到他自己的潛力出來 因為來到英超 其實他 暫時來說 肯然有人都覺得他比較受削 作為前鋒 但是 他 在前面停球 再分球 那一刻 都做得很純熟 還有 高空攻勢那裡OK 他有些新高的 但是 暫時在對抗性那裡比較弱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他還有潛能 可以再 過一兩季再升 包括他的對抗性 包括他 爭定 包括他的把握力 可能 我預計他一季 未來 他今季都入了十球球 加上 我想他未來 預計他一季入十五球 那些 應該都有可能 還是 你預計他前面 都是需要找一個 結尾要夠高的前鋒 去搭著他 就是 我意思 他在英超入球紀錄很高 平均會九十分鐘入一球 那就是 他今季都是 十一場正選 但是入了十球 其實都頗誇張 我想的 都是 我之前做節目的時候 的一個結論 會找一些 類似拉菲爾利奧 利奧那類的球員 去跟他搭 一些邊路的收割者 正常來說 其實他們都有 兩個很好的逆風 艾美朗 還有 左邊應該是 辛默斯文 但是 一個是打後備 一個是傷了 所以 都可以再看看 他們夾 因為其實Esseric 都不是來了很久 看他們夾久一點 都是 都是 是 是 我想他還有很大的升值 或者進步的空間 我看他的潛力 我們以往看他 踢黃蘇 或者踢瑞典國家隊 甚至乎可以一個樓 兩三個前鋒 他現在都沒有 他現在都沒有 我看得好像不知 哪一集節目的時候 在我講過 其實你看Esseric 踢球 都是有一些 以前我們看 像柏金這一類的潛風踢球的影子 當然未去到柏金的瀟窄 也沒有柏金 他沒有扭到柏金 但可以扭到 我們在天室都沒有看到 但其實他本身是 以往他在黃蘇 和順利國家隊 有時候在左邊 是不斷去的 嗯嗯嗯嗯 其實他還有這個發展的潛力 反而中間 如果Column Wilson 打到很上門位的狀態 我反而覺得他們兩個 可能合夥的話 都會有些看頭 嗯嗯嗯嗯嗯嗯 OK 看多一會 是啊 但其實最多問 是甚麼 他的防線都影響很大 因為其實 我今年覺得英超 有三個中堅 是看得特別好的 是 是 那第一個就是 艾基 第二個是 列生道馬天尼斯 第三是 書牙 是 演出是非常非常好的 這三個 嗯嗯嗯嗯 嗯嗯 書下是 underrate 直投 是啊 今季很好表現 當然你也可以說 這是何惟的功勞 就是 現在 無論你說 用球方面 正面防守 各方面都會表現得都很出色 對不對 當然我覺得他拍檔博文都很好的 不過始終博文可能 轉會費比較高些 還有他都已經有一些名氣 來到紐卡蘇的時候 所以 令到大家 反而會覺得 其實書下更加難得 真的 是啊 是的 書下 非常出色 伊薩克有點像简奴 我有點認同 嗯嗯 嗯 尼日利亞的简奴 高 瘦 瘦 但腳下很靈活 還有 有些出其不義的東西 講出其不義的简奴更多 其實 但伊薩克那些都不花巧得來 也是好看的 沙利巴也是好 沙利巴也好 但沙利巴上半季也好 下半季也好 其實都 過了世界杯之後 其實都 我反而覺得 好像加比爾打也好過他 嗯 不過很多 很年輕 沙利巴21歲 很多機會升 只不過是 我只不過覺得 書下今年演出 都是非常非常優秀 但被小人講 是啊 都要留意一下這位中堅 因為 其實他在中後場的出球 是幫助很大的 嗯嗯嗯 對 對球隊 伊薩克如果你計算 有人說他多箱 因為 再入多些球 如果你計算 他今季 平均每90分鐘 每17分鐘 每一個球 照計 如果他一季 如果踢到 30場 25場 他應該都應該超過20球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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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每90分鐘 一球 入10球 所以 都可以留意一下 伊薩克的進步 對於 柳卡索未來來說 都很關鍵 嗯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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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是托起一對球的核心 啊 嗯 之前就有傳 聖物斯文有機會走的 那是希望呢 嗯 柳卡索未來 那 阿馬朗那些 固然都很球員 啊 就是 但如果你說要加強 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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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心 是 連迪路夫還是什麼 他應該想說連迪路夫 是不是 冰人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看 有些人稱呼 連迪路夫是叫冰人 我不知道 Garry說這個是不是他 OK 但是 如果是說柳卡索的話 就 都要補充 Trippier 那 Steven Wong說Trippier 都很出色 金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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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 無論是死球方面的貢獻 甚至乎 不要說是死球 總之是 那個Transless Creation 他都是一個極之穩定的一個點 所以這對二次如果你真的要斟酌的話 我覺得就是 兩樣東西 第一 考慮到Car Emulsion 可能都 都隔不少傷 看看會不會真的前面有個 再出色一點的收割器 第二就是加強回到中場 其餘那些位置 我覺得都突突突陷 中場都有問題 因為 沒有了BrunoG 季宗那段就是BrunoG停賽 有沒有記錯 那段不斷失分 是啊 是啊 所以他的角色是要後備 或者要多個人跟他輪下 幫忙 暫時來說 在這對球上 都沒有這麼好的角色 但是你要一換一換 BrunoG 真的挺難的 BrunoG 現在 你知道嗎 他們說是英超 Big 6以外最好的球員 最全面的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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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出色的中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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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BrunoG 現在都很值錢 現在也是 劉卡蘇未來的核心 今天年紀方面都很年輕 24歲 是啊 Steven說VueLlog的位置可以再提升 我覺得VueLlog都可以適用 看看你擺定位在哪裏 但是你的感覺 都是覺得中場 都是要找一個 是吸數和實力都拍得住BrunoG 會好些 對這對劉卡蘇未來的 怎麼找到吸數和BrunoG 差不多 很難 是 你有輪力在里昂刮到一個BrunoG 就再刮潛 大家都知道 劉卡蘇現在的整個球材系統 都是Dan Ashworth 去拿旗 即管看看會不會有魔法出來 伊沙克就是劉卡蘇 這為電體系統一直向 anthology 一直透霉的目標 也 grues 照顧劉卡蘇在夏天 prevent 我也願意外 這方面的依急 我都有點意外 而且就是劉卡蘇一開始 就是要戒動 其實 Hawk Dan Ashworth 其他的時代 都是劉卡蘇的目標 不過 芪卡蘇知道貴 那已經放棄了 其實紐卡蘇都不是走來跟你做冤大頭的 T-Mac Baby 簡直說英超四大防衷 卡斯美露 本努茲 還有就是Party 和Rodgie 四個 但我覺得他們的角色有點不同 如果你用成績計算是Rodgie 我覺得整隊曼城的名門就是Rodgie 是 是 是 但是曼城成績這麼好 今年又在衝三冠 所謂的四大防衷 其實也有一個突出出來 就是Rodgie 是啊 帕迪近來也一般的 Thomas帕迪歸雙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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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但阿仙奴我覺得有些像是 我覺得有些像是 除了個別球員之外 整體也是下跌 奧迪加特那些一定是很好 但是其他那些 整體在下跌 我會覺得是 別再看一看 現在搞不定了 哈哈哈哈 沒辦法 我那天撞到 如果有人聽節目的話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了 但是有位球迷 我剛好正在吃東西 有個球迷搭檯 接著說 喂 你是否阿Nic 是啊 剛剛聽完的Invincible 挺好笑的 他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剛剛聽著Felix說的 在笑著自己 哈哈哈哈 他說他很客觀啊 他說今年都玩完了 他說那天撞到他 那時就好像是修憲頓 接著他就跟我說 唉 看得差不多哭了 哈哈哈哈 他也很客觀啊 他說今年應該都玩完了 你不是豐富的 你看到的嘛 下半季那個勢 還有你看到曼城近來就算讓你贏到曼城 你之後的比賽有多少場會不失分 我都有點保留 是啊 沒錯 所以沒有的 其實大體的trend是這樣的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情況之後 我想英超 這樣說吧 不評論爭管那一部分 現在就只說前六個位置 因為紐卡素其實現在打到31輪 就59分 跟曼聯同分 但是他是打多一場的 那我就覺得 紐卡素今季分分鐘是拿到第三 五棋的 因為曼聯去到季尾 太多雙兵了 是啊 多多多 還有他還要留力想打竹總盃 老實說 讓你留力去打竹總盃又怎樣 大家心水清啊 對曼城 但是曼聯也是會有主觀願望在那裡的嘛 紐卡素 你看他之後的賽程 外華頓 修咸頓 李愛隊 烈斯聯 白里頓 李斯特城 車路士 老實說 感覺好像難度也不高 阿仙奴難度也不高 你那一隻不吵你嗎 我正在幫你 知道嗎 我正在幫你 我覺得純粹去比較傷患和狀態 紐卡素是在上升的 曼聯是在下降的 這個待會第二節說 老實說 他說暗星狂鬧這個修咸頓 我怎麼看 其實我不談論暗星了 但是你說對修咸頓都踢得這麼辛苦 還要打和 還要千辛萬苦才追到3比3 你都不好意思說別人 自己的問題也很大 藍絲到面對面交給別人 被人軟射射進去 其實那球球都 老實說 你說面對面交給別人 都是一件事 但是他在鵝眉魚頂 那腳勁射都真的射得挺漂亮的 都是的 有什麼好罵 罵自己的那個 唉 無論是球員自己還是阿力達都是 是呀 真的呀 阿力達 阿力達 唉 我都不懂得說 始終都是一個很年輕的少帥 可能球隊都沒有什麼領軍的人物 和平均年齡都比較年輕 都是不穩定的 爭冠就是這樣 最生氣這段 像你所說 爭道氣的 打道氣的情況之下 你斷一下斷一下 那怎麼拿 很難搞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期待 星期四場的球 我們會做聲音直播 我們都會聲音道河 那場所謂的冠軍爭奪戰 但是 其實我抽身出來 退後一晚步去看 我發現 這場球其實不太重要 哈哈 哈哈 發氣一點 又歡迎那晚的主題 發氣一點 是不是 本來無一物 何處的塵埃啊 真是 哈哈哈哈 是 好了 好像陳陳這樣說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哈哈哈哈 他看完那一套 那一套 那一套 那你知道 銀河的電影 全部的主題 都是講命運的 然後又拉下去 覺得 萬成迎接三冠 都是命 大家接受吧 大家知道 他所說的 是不是 我也接受了 我也接受了 你也接受了 是啊 你要必須承認一件事 我看不同的節目都說過 這幾年 萬成打造的 不是 哥迪奧納打造的 這對萬成 是歷史上英超最強的球隊 是的 的確是 強過不敗阿仙奴 強過你當年的三冠 我覺得強過 雖然他沒有拿過歐聯 那不敗阿仙奴也拿不到歐聯 啊 而 而 你的問題就是 他在聯賽的統治力 即是五季 五季贏四季 分分鐘六季贏五季 是不是 即是 根本上在聯賽的統治力 是沒有得爭的 你現在你要在英超拿冠軍 阿仙奴你不要看萬成那邊 不要看其他球隊 不要看什麽 紐卡素 你要跟你說 喂 貴貴英超你拿到的 一定可以的 你只要貴貴拿到98分或以上 你就拿到冠軍的了 嗯 你拿不拿到 因為萬成給你這條巴 就設定到96分 他每次拿到 94分 96分 那些位 那你怎麽搞呢 是啊 人們經常說 早兩三季 利物浦和萬成的競爭 其實是將 英超冠軍的難度 不是難度 標準都提高了很多 是不是 雖然 所以 利物浦拿到一屆很厲害 利物浦拿到一屆真的很厲害 但之後 利物浦都堅持不住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你看到萬成 你可以說他的財力承托 但其實說真的 近這幾季 真的很貴的 有多少 是不是 他不是在夏蘭特 他不是在夏蘭特 有幾萬的 是啊 你不要說夏蘭特 你只這樣撿過艾簡職很貴嗎 是啊 艾簡職最之前 在多蒙特 被人罵得 罵得 罵得 你問一下 Jeffery那些 多米 直接叫他爬 叫他爬 叫他爬 然後 撿回去又用好 你真的出了人像 去到貴宗 簡舌路又走了 那一刻又有些 驚訝 但沒有簡舌路 他們還可以的 他們斑波中 喂 轉換陣式也可以 還有 一人說夏蘭特重要 夏蘭特重要 當然重要 但反勝利物浦 四比一那場球 夏蘭特又沒有出 是啊 那感覺是 所以基本上 祝你安娜華尼斯都可以 你說沒有艾基會跌下去了 那近來擺出拿破滴 你又不覺得很大問題 都頂到一下 那就是這樣 沒有了任何人 沒有了整個方 今年都想著他重組 誰知道原來都是打上去的 你真是催他不長 那些 萬成就是 有看高達的 就知道 這個機道武道轉 裡面有一部機 叫魔鬼高達 總之你打傷他 哪個位置 他自己有個 叫DG細胞 他會懂得自己修復 萬成就是一對 懂得自己修復的怪物 來的 你搞完不行的 永遠都破不到他們 黃馬這手球員 夠頂 萬成 點最強 那你真的要打一個才知道 真的 我覺得你萬成唯一過不了的 那關是什麼呢 就是對付黃馬這類球隊 老實說 他跟黃馬兩回合 哪一隊出線 我覺得哪一隊冠軍 是啊 那兩隊米蘭 大家知道什麼事 就是開心的 看到兩隊米蘭回來歐聯 但是 入到決賽 但是入到決賽又如何 大家都知道 去到決賽都很難跟黃馬 或者萬成困的 很難的 是啊 好 第一節說到這裏差不多 記得按讚和分享 稍後很快回來 我們又說 萬聯對白利頓那場 竹總盃的四角 記得按讚和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 稍後回來見